- 姜濤終於蒲頭見回下巴仔 Anson Lo訪問期間不惜見魂 姜濤年初在頒獎禮亮相的時候 因為身形暴障成為熱話 一度被指沒有好好管理自己身形 之後她又因為身體不舒服 缺席多個演出和活動 到了今日MIRROR終於齊癮 神癮兩個月的姜濤 也終於現身出席活動 她的下巴輪廓明顯清減了不少 精神也不錯 當活動師而問到她心靈上減壓的方法 她就停一停 想了一想 然後望向Ian 表示減壓的時候會聽Ian的歌 至於最近為自家品牌和宣傳新歌 忙到踢了腳的Anson Lo 在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突然見頭暈 由經理人花姐扶著離開 Anson Lo之後在IG限時動態報平安 表示正在前往醫院檢查 對於未能完成訪問覺得很抱歉 她還特別叫粉絲不要太擔心 方力生曬和胡定欣少年合照 被有波逼問有沒有追過她 方力生和胡定欣在剛剛開播的劇集 連症追擊 飾演繼母子關係 小方今天在社交網貼了兩個人少年時 和現在的合照 自爆和定欣早在16、17歲就已經認識 小方第一次入電視城做觀眾 就是支持定欣參加新手 沒想到相隔這麼久才有機會合作作戲 定欣和小方在鐵文下面留言 互數對方這些年的改變 不過最爆的留言是被定欣投訴 交不出成績單的 金牌媒人林勝斌阿Bob 因為Bob留言兵問小方 當時他們有沒有一起過 你有沒有追過她 小方聲稱沒有 還爆料指是她的隊友對定欣很有興趣 定欣隨即指小方說多了 不過小方仍然力撐自己有口德 收藏 很多人計算在寬佛 不熱的 交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